好主播各位观众 那已经持续来关进 这一期政坛的焦点 也就是郑文燦的涉探案 其实您可以看到呢 郑文燦在稍早的时候呢 已经走出了这个法 走出了法院 那不过呢 他对于媒体的提问呢 他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就是直接走上了 他的私人轿车 并且呢是一路轿车呢 就开回他桃园的住家了 而这一起事件呢 其实就是因为有民众 也就是吹哨者 他来上地检署 表检举说这个郑文燦 他在担任桃园市场的时候呢 是有这个涉探的贪污关键 那关键呢就是因为 他当时桃园市归山区 华雅科学园区外 有一笔9.5公顷的农地 是来组成这个重化会 那当时又向桃园市府来申请 自办重化为住宅居案 那不过呢 他主导重化会的这个 台塑集团前高层 以及其他地主呢 是筹出将近千万元 透过重化为这个 郑文燦的熟悉六姓人士 来交付现款 一次呢就是这个事情 导致成为他涉探的 这个关键 因此呢这个检调呢 是接获检举之后呢 大约调查于半年左右的时间 在选在昨天的一大早呢 就直接传唤了郑文燦 来到现场 那经过整个讯问之后呢 这个检方认为呢 他的罪证呢 是相当的重大 因此呢是当庭逮捕 并且呢是向刑方来 深压禁荐 那么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 就给其他庭 大约两个小时就结束了 从中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承办的检察官呢 离开这个法院的时候 对于相关的这个媒体提问呢 也就是没有在做任何多多的回应 那最后呢强制处分 他就是被预令为500万元交保 并且是限制住居 以及限制出境出海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郑文燦的亲友啊 是来到了现场 他是拿了两袋的现金 一袋呢是装着1000元现金 一袋则是装着2000元 直接来现场 要替周文燦来进行办保 大约下午一点半左右的时间 周文燦就直接是 布出了这个法院 布出法院之后呢 他并没有停下来多做回应 是直接上了他的私人教授 并且是开到了他的这个 住宅里面去休息了 那对于这个事情 第一时间他其实透过律师来表示说 他并没有任何的不法行为 后续呢也都会配合 检方来做调查联清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尽头再交换给彭内 只是现在 然而栄一